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谢谢 他是为了公司的事情烦恼 还是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 就觉得很想生气 但又不知道怎么生气 生气 谁让你生气搞好说 不是啦 不是啦 我问你哦 如果今天你失恋 有人故意找别人追求你 叫对方刻意接近你 讨你开心 你会怎么想 拜托 我当然要生气啊 你是怎样瞧不起人哦 我失恋我是有说需要新人练起来疗伤吗 可是哦 我应该也不会生气太久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应该也是关心我怕我难过 所以才想出这种笨蛋招式啊 还有反正哦 这种人就是不了解女生啊 不然后你就当作他是一个自己维持的猪头就好啦 不用太认真了 怎么没事帮人家猪头啊 不然勒 他就有问过我 是不是需要新人练起来疗伤吗 啊 这不是 啊 这不是 啊 这什么 回上了啊 我料千曼大师给你开导一下 千曼母堂为了猪头生气 他认真就输咯 是 是 谢谢千曼大师开导 你带妹子 那个人是谁啊 我也觉得实业老师的助理高先生很厉害 真的很有勇气耶 对啊 真的有勇气 总监你好 总监你好 你最爱喝double espresso加少量的鲜奶对吧 我有交代厂商了 这样我们把最好的豆子跟鲜奶都换上来 这样喝起来应该更香猛 你这么忙 连这么小的事情都注意到了 我看你喝过几次就记得了 岳芳哥 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清楚 好吧 刚好这阵子我也在忙咬心爱的事情 比较没有时间关系你在公司的状况 怎么样 都还适应吗 跟主管同事也相处 反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告诉我 我想问你 我是不是看起来很无能太荣弱 很让人担心 让人总觉得我需要帮忙啊 嗯 我知道你的父母今天不在了 你也很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家 只是说你在婚礼上 遇到那样子的事情 所以让你很伤心 你不想让你的家人跟朋友担心你 你很努力成为一个 你想让大家认为你都很好的女孩 只是说 这样子的你 很难不让人去关心你 担心你 我鼓常跟我说 生命遇到的挫折 都会是未来幸福的养分 虽然我成长的过程 可能比别人都还要辛苦一点 但这些都是我自己必须要去学习面对的难题 就算我不想 我也不会逃避 就像是陈大赛对我的伤害 我也会慢慢走过 不管是忘记还是放下 我都会学着 不要再为不值得的人掉眼泪 能听你亲口说出陈大赛三个字 我相信你已经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那如果你愿意 岳方哥 我只想要告诉你 我并不是你想的那么柔弱 需要人保护 该理性 该强悍的时候 我也会做到 Micky 我认识你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我知道你有多温柔 你内心就有多坚强 你也不想让你的朋友跟家人担心你 你可以把自己武装得比谁都要强大 只是 只是 只是我希望 你的坚强 不是再逞强 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最帅最有担当的人 现在应该很难接受下一段感情 我跟Micky的关系 就像做火箭一样 咻 我的意思 已经超过原本的进度了 Go 好大的胆 是不是变得很痛